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跟各位讲一下什么叫马卡道 大家一定想说这个马卡道是什么东西 马卡道其实它是台湾原住民的一支 它隶属于平浦族 原住民的音乐是非常富有节奏性 律动比较强 这个曲子是用原住民 也就是马卡族的一种它的音乐素材 经由李泽毅先生编曲 编成一首果业大合作 所以各位如果来听当天 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原住民的这种律动 这种power 那当然大家最希望听到的大合作 我们是带来非常震撼的两首本土的 就马卡道狂翔曲 还有一个台湾的一种民间 这个庙会音乐改变成了叫 叫做庙城 那主要的曲目是这些 应该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非常欢迎台中市民 来欣赏这一场优质的音乐会 我独奏的曲目叫做客调狂想 然后是用客家的素材写的一个作品 然后跟荣老师一样的是同一位作曲家 赵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曲子叫做初始表 主要是描写孔明 它就是它对于整个 它对于国家民主的一个贡献 那一开始这个乐曲 它刚开始的段落主要就是描写 它公根于南洋的一个情形 然后后来刘备的来访 让它内心的一种激动 其实它在这一首曲子的前半段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有一种哀伤的一种感觉 那其实这种哀伤的情境 其实就是它忧国忧民的一种心境 也如同岳飞一样 就是说一个伟大的爱国情操的一个展现 这种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9月1号为大家带来了这首琵琶协奏曲叫做《怒》 然后呢《怒》是这个卢亮辉先生作曲的 然后他这个作曲的素材呢 是融合了金句 中国传统的金句 以及琵琶的这些演奏的技法 文绍萱多年以来就是台中市的杰出演艺团队 而且更难得更精彩的 大家都知道说国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殊的乐种 那么在两岸四地里面 它分别是叫做中乐 华乐 明乐 国乐 合起来就是叫中华民国 那最发扬光大的 其实台湾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么在国乐的这个传承的部分 那台中我们很高兴有文绍萱 文绍萱这么多年以来 不管在任何我们市政府所办的活动 或者他们每一年都会有公演 那么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 它算是一个典范 很重要的一年 Coronavirus